字幕提供 各位早晨 今早又是我一个人和大家做节目的时间 首先看回美股上周五方面的走势 道指上周五是收升0.9% 报27,332点 标普500升0.4% 报30,13点 纳指是升0.5% 报8,244点 三大指数的升幅不足1% 其实美股上周三大指数都创新高 走势很强劲 但港股方面 似乎今天看到开市的时候 是低开168点 开报28,303点 都是因为周末的时候 已经有百威撤销上市的消息 令到气氛上亦是比较差的 暂时 另外除了百威这么大的集资仪 取消上市 Bali 却提醒的是 阿里巴巴斯有消息 上市集资压 将会减半 相信 的列出无法影响大使及港交所 仍未会受到大使及港交馆了 现在的积聚 恒指 今天就低开168点的话 暂时我都看不到 其实暂时这个礼拜 我自己会觉得都是一个观望的状态多一些 因为始终有这些撤销上市 或者集资额缩减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首先就看看市场对这些消息的反应 还有其实港股在6月19号列口高开之后 近期都是上上落落的话 亦未有一个很明显的向上或者有向下的突破 譬如可能就算今天现在跌百几点 其实亦都没有在一个很大的冲破岛的一些位置 其实上上落落的话 暂时仍然在一个区间里面 这里的区间的下方就是28,000点 暂时亦都没有去下市过的 近这几天就 至于上方就是28,900点 所以暂时这个星期都会比较闷 而是比较大市的波幅 相信就没有那么大 普京博说百威不上市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今天我们很难去实质估计影响有多大 一定是气氛会差一点点 看到现在就是低开168点 所以我都会建议今个星期 究竟那个消息对市场有多大冲击 首先今天是第一天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市场的反应 看看开始之后究竟会不会进一步下挫 还是纯粹可能第一下过度反应低开了之后 是有没有机会去站稳呢 这个消息如果是以过股来说 三八八相信都是一个 我看到大家都在说三八八是否会最大影响 因为其实今年很多大家会看好三八八 其中一个原因都是港股的集资额 因为有百威另外也有亚里 而现在百威又说不上 而亚里的集资又要缩减一半 港交所其实都首当其冲 现在就是低开开报272元 低开的幅度暂时未算很大 低开1% 但就留意开市之后会不会要进一步去下市 现在272的话 其实近这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它都没有穿过287 如果其实近这个月都步穿过287 就要小心看看这个位置 今天如果穿了会是一个危险点 亦是一个向下走的形势 Kalpha有没有机会回到250元 暂时看看今天会不会穿287 如果回到250元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5月的一个位置 5月的差不多近去 5月的横行了一段日子的位置 当时有一个箱底 就是257 在这里 如果穿了270元 下一个位置就要去到257 如果开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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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穿下去 穿了270元 就是一个回调 下一个位置就要看到257 如果再下就会差一点 所以就要开始穿了这个箱底 暂时就不会看到这么远 首先看着207会不会穿 我看到大家都觉得 Simon 都说水清无鱼 水淨我飞 其实近这几天 那个成交额都是比较小一点 大家就会说 是否因为有一些大的IPO 即是百威 未来又有阿里 但如果百威不上的话 是否那些资金 会真的留入股市 亦都在这个星期 要看看反应 除了会觉得不上向 影响市场气氛之外 亦都会提出资金 因为其实之前 大家在抽身股的时候 亦都关注了很多资金 不过之前Steven和我都说过 都不建议去马展 因为那个资金就会比较高 好不幸 就是现在的上市更加是撤销了 如果马展的就惨点了 就会失息 如果是一个 纯粹是用现金抽的 当然就看看你用哪一间公司 如果用我们公司 就相对上会好些 有些公司就会是 你会蚀了一个手续费 相对如果用孖展抽的话 亦都不算是 起码不用一次息先 亏的手续费那方面 亦都不是太大的一个 不是一个大额 都是100元左右 我想大家都会失望 因为都在看会不会 刺激到大市会激活一点 成交多些 或者可以刺激到向上 但是如果百威 他们自己就说 其实不去上市 都是因为看不好市况 其实都有几方面 除了散户认救 不算太热烈之外 亦都有消息就传 因为百威英博管理层 就这个上市招股定价 和保证人 就存在一个分歧 管理层 其实是不满意定价过低的 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 如果他要卖他的公司股份出来 他觉得大家都谈不适合价钱 都没办法 而且他的股份都比较大压 未必可以找到那么多人 用他满意的价钱买得到 看到现在开市开出之后 是进一步低走的 恒指刚才低开168点 现在是进一步下错的 跌268点到28,206点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就看看大家 网上的问题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现在恒指开出之后 开报28,000 其实今天是低开168点 但是开市之后 暂时跌幅在旷阔 跌323点 今天开报28,303点 现在正在报28,141点 刚才都划过下的一些位置 自从6月19日列口高开之后 整体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恒指利都没有穿过28,000 所以如果现在 暂时都接近 如果现在要守住关口 我觉得不要穿到28,000 因为一穿到28,000 亦都穿了近一个月的横行位 其实就是比较危险 就有机会去下市 看看会否去到28,000点 有个支持 至于上证方面 现在的跌幅 都跟恒指差不多 跌1.1% 跌2,896点 跌34点 跌3,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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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跌 跌跌 至于 看到今天一些个股方面的表现 现在上榜的股份 暂时波幅不是太大 不过看到一些周末的时候 有发通告的股份 有一些都会有个别的发展 例如金思瑞1548 周末发了一个刑警 预期是中期的是会凌赚规 涉2,940万至4,420万美元 主要由于Cart T的研发费用大幅提高 以及开发新的细胞治疗管线等 研发投入显著增加 发了刑警 其实今天就是公司方面 股价低开 今天开报18.3 开始之后 就进一步是下挫 现在已经跌6.7% 到17.74% 其实我自己本身 一向都不看好一些医药股 看到现在的话 金思瑞亦都是低开在50天线以下 是穿了所有线 而且再度是开了一个阴烛出来 现在其实已经是要去到 下一个要挑战或者要守住的位 就要去到6月5日 收市位是16.3%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要必守的位置 因为如果穿了这个 也就是要穿底进一步 就要去下市 3、4月的横行区 就是15元左右的位置 或者基本上是穿了15元 就是3、4月的横行区的话 另外看完就是发刑警 还有一些股份 其实就有发刑起的 都是一些建材类的 有1157 中联重科 预期中期盈利增长是171.7%至212.4% 换言之是近预计会有2倍的盈利增长 主要就是由于国内的房地产和基建下游行业需求走强 工程机械行业就持续复苏 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等等 不过看到其实中联重科 今天就开在5.34元 现在就报5.2.6元 其实用图来看就是一个阴烛 因为始终可能大家一直都看好一些建材行业的版块的时候 很多获利盘会走货 暂时升幅有5%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不排除 会不会是已经反映了这个好消息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看一会 再看下周股价方面的反映会是怎样的 另外发起的还有就是3323 都是建材版块 中国建材预期中期盈利增长是超过五成 主要就是由于金融资产公运值大增加 以及主要产品水泥价格上涨和销量增加 但是中国建材的股价暂时未见到有很大的刺激 都是涨0.9% 到7.39元 因为其实它之前已经是有6月的一个低位 就是5.86元 升到7.4元 其实某程度上大家都会预期一些水泥建材版块 所以可能已经先行股价升了上去 所以暂时这个好消息都未有很大的刺激柱 都关注未来的一些水泥企业 都会相计大步预期很多都会有一个营起发出 当然那个价价已经是先升了上去 某一些就 例如我喜欢看的7.43元 7.43元 今天就是现在报13.78元 正正也是开市位 就是未跌0.7% 因为上个交易日也是升了5% 暂时就回了一点 另外其实就相信 我预计 市场都会预计大部分都会发到营起 除了差点的可能就是 华润水泥和甘雨 就未必会可以做到一个营起 看看看到现在YouTube上面 我看到Ken就说2840可不可以进入 Spider ETF其实近期都是一个高位的 现在就报1044 我觉得近这几天都不算是一个很突破 其实就是金价 亦都是去到一个高位回调之后 近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大的波幅 其实Spider ETF的时候 可以去到等它去回 大约是一个 跌一点 我觉得它在这个区间里 暂时也是突破不了 例如去到大约是 譬如一个横行的低位 1028左右 就可以看看可不可以低一点的价位 或者它真的那么强劲 向上突破到 突破也是一个可以考虑追入 就是1055的这个高位 我通常就会喜欢 它真的回到一个横行区间的低位 或者是很强劲到 连个横行区都可以突破 才会买入 我通常会等它有一个 跌到便宜 或者是很强劲到突破一些位 才会去追入 当然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长线 长线的话 譬如说横行区 它可能便宜一点 贵一点 如果你长远来看 亦都未必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看看你会否想便宜得一元 然后看到Karen 刚才是看1157 她就说4.9入的 想问上网 其实虽然她的势势很强劲 之前亦都是屡创近年的一些高位 但因为她如果要上网 首先亦都要冲破了 6月24日 一个阴烛顶就是5.43 其实就在这里 其实第一步要冲破了这个位置 虽然是好消息 但是暂时她也是好消息得来 即是有些获利沽货的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她现在高开 开在5.34日之后是低走的 所以就报5.22日之后 其实反而要观望一下 会不会是到价的 但是可以看 今天就先看看 因为始终刚刚出了一个营起 所以都可以看看反应 然后Helen说 300和3188的一个买入位 300和昆明机床 其实这个牌盘亦都比较少 停了牌 你是不是收到电话 有什么特别消息 所以想去买 接着3188的华夏护心 华夏护心 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A股方面 等等的行情 亦都是一般的 因为如果你看看A股 其实就已经是 连这几天 其实上个星期 就是一个横行一点 现在跌幅就扩大了 因为你看到上个星期 A股和港股波幅都不是太大 但今天看到两边都是跌超过1% 如果这些是一个指数相关类的 我觉得暂时不是适宜买入住 如果只看你这一只的位置 就大约可以看看它 会不会去到41.8 但要先站稳 因为如果穿下去 其实穿下去 其实也是破了位 所以我觉得 未必一定要去看住 暂时 然后 三八八怎么算 大家都在看 再更新一下三八八 究竟开市之后 其实大市的反应 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我想 港交所更加会受当其冲 没有了一宗大交易 看到它开市之后 都进一步下市 跌至1.9% 但是正正在刚才画的370 因为它这一个月 亦没有塞过370 暂时站得稳 暂时没有穿到 以及心理上也是一个关口 很多时候一个整数 大家想沽货的 可能亦都会想 370 大家可能会困住 会不会穿 一穿了 其实心理上也会有一个担心的情况 不排除有些投资者 一穿就担心就会沽货 Helen就说 想看700 700的一个买入价 700 已见到 其实也是和大市同步 它亦都开了一个阳烛 低开低走 不是 它是高开的 因为前一天其实是阴烛 所以收得比较低 今天就开是356 现在报352 哇 我觉得暂时就 不建议买入住 因为它现在 譬如这一个月 其实它亦都没有塞过384 其实 所以你都要留意 去到这个位置 当然也是一个心理关口 你可以留意 它如果 暂时 355是未塞的 如果它要去到384 这些位置 如果它要站得稳 就可以考虑买入 但是如果 384都穿的话 就可以等它 再回一回 去到382 383 左右 Jason说是否要先走人 其实 我觉得 其实700短线的话 它是一个回调的 因为你短线可以考虑先走人 但是 我记得你说 383又买一注 300元又买一注 是长渣的 如果长渣的 其实 你必须去一个 短期的股价波幅太大反应 当然 如果你喜欢 想自己去 展示 你觉得短线回 你让它再便宜一点 才买 其实是可以的 我都 看它是 会回一回的 暂时 就要看看384 可不可以站得稳 然后 珊珊就说 183 183 现价可不可以进入 中国国际电讯 现在报3.34 未跌0.2% 如果是电讯类的 公用类的股份 其实它的走势 亦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线是排得好 如果现价进入 我觉得 都可以的 你如果参考的一个位置 就是去到 7月9日 就是3.14的位置 参考会不会 要订一个止蝕位 因为如果它 你见到前一浪 其实它都会回调下 再升 所以 如果有回调是正常 但是如果回调去到 连3.14的位置 亦都会穿上去的话 就要去小心 它会不会转小 但是暂时的小 也是挺好的 接着 Jason Jason是哪一只 780和3969 要如何报处指示 780同情魏龙 现在报15.06 其实它又真的穿了 这一浪 即是这个月的横行位 上个星期 就说15.03 其实这段时间 就没有什么穿过 15.03 就是 现在已经是15.06 如果你自己 是很无信心担心的 你可以考虑 如果你是定15.03 作为一个横行区的止舍 你可以考虑 现在做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它在15元左右 通常穿了15元 就是挺有买盘之似的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也是 它唯一失去15元的 其实只有5月的几日 最低都是去到14元 如果这样 你可以看看 究竟今天 其实会不会 可能开始之后 即是下午 或者加热时间 久一点的时候 是会上回到15.03 如果不是 你就需要担心一点 但是暂时 15元 也是一个心理关口 位置 仍是看到有支持 接着 3969 3969 又是担心要止舍 之前 就是中国通号 就是在看 这个科創版 那里的表现如何 但今天看到个阳烛 就是5.07 1 现在正在报 但是暂时就是在看 上市之后的反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到时看 究竟上市时的 科創方面的表现如何 暂时这个 暂时就是 那个认构方面 都是挺热烈的 接着就是 看到 看见 PC Point 就问 中粮 是哪一天会去挂牌的 中粮 已经完成了 那个招股了 其实就 至于挂牌的日子 你是想等它上去之后买 是吧 其实 中粮 其实的定价 是比其他内房便宜的 之前就说 Steven 也有跟大家去 说过 大家可以上市之后留意一下 如果之前没有抽的话 他就会在7月16日 在主板挂牌上市 明天就会上市 我们明天就可以看看 是吧 看到现在的 盘子 似乎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 暂时就定了一点 没有继续下跌下去 暂时就 暴跌2万8149点 跌320点 在活跌成交额榜上 暂时没有一个 个别股份 是有大跌的情况 除了就是刚才看过的 金思税就发盈景 暂时就 波幅 就是过股来说的波幅 其他都没有太大的波幅 看看之后 会不会可以跌到 这样子站稳 因为如果没有穿2万8 暂时也是没有穿到 刚才说过的 这一个月来的一个区间 我们就中午回来看看市况 再是怎样 Steven等一下都会回来 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况 中午11点45分见 拜拜 中午11点 8falls 12点 22点 buoy 24点 3 toxicity